10月1号早上8点半 在香港近利地城地铁站门口 聚集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身穿红衣 手制国旗充满活力 这就是香港正好有跑团 在国庆日和七一香港回归日 这样的重要节日 在香港的大街小巷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刚刚从坚里地城起步 跑了大概4.6公里 到中环摩天轮这个位置 刚刚刚见到一个小朋友 很开心地送个资格旗给他 我们今天没记错 好像20人还是21人 我们现在一会儿继续出发 这一条路线 由港岛基尼毕城地铁站开始 沿西环海边经中环 湾仔金子金广场 一直到碑桥码头 乘坐天星小轮 横跨维港到九龙 沿着海滨跑到香港地标性建筑 尖沙最终楼为重点 全场也14公里 这么长的一条路线 正跑游跑团已经跑了四年 我们的政派游成立了四年了 把所有志同道合的人放在一起 爱国爱港的人士 每年七一和十一 我们都会有一个跑步的活动 就抓着国旗 全香港之外走的 就表扬到我们 怎样喜欢国家的精神 我们的路线就是这一条路线 原因就是这一条路线 很多游人 很多外国人 很多内地的朋友 同胞都会来这些地方 我们这个爱国跑 红旗跑 目的就是和国家和香港庆祝之宜 就是要告诉西方国家 其他人知道 我们香港人是多么爱我们的国家 如果是回归七一那些 我已经跑到很多次了 其实我们参考的感受 是想在香港发起 爱国的精神 和我自己本身都很爱国 希望出一份力 感染到香港人 大家开心 到一个国庆的日子 我叫阿浩 跑龄都跑了二十多年了 这次是第三次跑 上一次又是十一国庆 一样更开心 其实早几年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更加我要站出来 就是支持中国 就是自己国家 我叫阿珊 我就在入了这个 跑龄有一个会之后 就很开心 就开始有很多正能量 就是我本身 我就是土生土长一个香港人 所以 九七前我都觉得 自己一个香港人 就是自己一个受英国文化的人 但是当我九七之后 九二九支就结 令我这么坚定 为什么2011这么压暴 就令到我觉得 中国人一定要团结 中国人不可以再受任何的欺压 还有要宣扬我们为什么要跑步呢 因为跑步宣扬我们已经去国旗 我们要告诉人家 我们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叫梁志森 我跑步已经十四年了 今天很开心的 沿途看到很多 爱我们国家的朋友来支持 和我们打气 很开心 我也都觉得一件事 就是做人要低调 外国一定要高调 好像今天这样 红旗飘飘 一定要告诉所有人 我们生于红旗之下 长在春风旅 很开心的 今天我接着是这个 这样的时间和日子 国家75岁的生日 希望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国家富强 祝国家生日快乐 更加强大 祖国万岁 祖国万岁 世德和平 兴和兴成 祖国75岁生日快乐 祖国万岁